我作為行政長官 我都很緊張 疫苗的供應和接種的工作 但我們早前透過這些預先的採購協議 買了三個疫苗 昨天已經有一個正式經法律核准了 就是這隻伏星和Beyond Tech 但它的供應時間又未到 現在希望二月底可以來 另外有一隻就是 一早就告訴我們是沒那麼早的 就是牛津的AstraZeneca 要到下半年 第三隻本來是供應時間最早的 就是這個科興 又差點數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在十一月訪經的時候 當時已經希望能夠多一點的保證 所以跟中央提出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希望中央也可以分配一些 在內地研發或者生產的疫苗 供香港市民使用 其實我是十天八日 起碼十天八日前的 都覺得已經是到了這一刻 是有需要了 所以就要求國家 在這一方面可以協助我們 它也是同樣受到核准疫苗使用的 法律框架的 但現在言之上早 好 我們再看看接著的發展是怎麼樣 對啊 也好 同樣的 收藏 入圾 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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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圈